來看到車河的消息 港基市政府蕭峰叫救載救護知緯科 日前接民眾報案表示 五方南路發行車河急速要救完 日前派遣第二蕭峰大隊第二分隊的救護車全都救完 警察救載救載救護人員 警察猜救護人員到達現場發現為兩部機車 疑似停等紅綠燈造成差狀 警察生命真相發現黃姓婦人 77歲左肋骨疼痛沒有明顯外傷 另一名,賴姓婦人68歲,左膝及右手腕,疼痛 兩名,接意識清楚,送往陽明醫院後續診療 詳細照顧原因由警方調查中 改期尚求好民眾,驗多拜保持安全紀律 並保持方位性加速,主委市主來簽 經過路口市感受萬幸,要發行疫苗 危害自身世面的影響交通送控 三號節目中明解釋采放, brassuna 我們在有限的疫苗當中,必須用最快速的方式去施打完 真的,在這裡我要感謝,在我們衛生局,衛政,社會處 尤其是民政,馬上就補了這一塊 民政代理的,我們的里長,林長 然後我們的里幹事,全部就一起動起來 然後要服務我們的長輩 甚至我们还谢谢我们的富康巴士 来接送我们身心障碍 以及有需要的涨费 还有我们的机程车工会 很多人马上就能够加入 让我们用最少的费用 然后做到最好的接驳 这样的接驳是用爱来接驳 我们更感谢阳明医院的团队 在每一个就是为了让这一个流程 更为紧凑 更为顺畅 他们也开发了许多的借用资讯 来让它更为顺畅 最后我还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 真的这一次集合了我们的卫生局 警察局 社会处 民政处 还有各个局局 大家整个团队 但是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市民 能够有这么顺畅的施党 无论从预约到进来 这样走走的种种的流程 除了我们规划好以外 是市民朋友您的配合 才会让它更顺畅 所以我们希望疫苗的施打 不但是安全最重要的前提以外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安心放心